出书以后他又有很长时间不来了 再过一些年呢 这孩子已经长成了一个青年 他再来到树下的时候 大树就更老了 大树说哎呀 你这么长时间不来 你愿意在这玩会儿吗 那孩子说 我现在要安家立业了 我哪有心思玩啊 我连我安家的房子还没有呢 我也没有钱盖房子呀 那大树说孩子 你千万不要不高兴啊 你把我所有的树枝都砍了 就够你盖房子了 这孩子就高兴起来了 他把树枝都砍了 自己就去成家了 这样的话又过了很多年 这孩子再来的时候 心事重重徘徊在树下 这孩子说 我得在世界上做大事啊 可是这世界的海洋这么浩瀚 我要去到远方 我连个船都没有 我能去哪啊 大树说孩子 你别着急 你把我树干砍了 你就可以坐船了 这孩子呢 一下就高兴了 所以他砍了树干 坐了一条大船 就出海去了 又过了很多很多年 这个大树就剩下一个 快要枯死的树根了 这个时候 这个孩子回来了 孩子这个时候呢 年纪也大了 他回到这个树底下的时候 大树跟他说 说孩子真对不起 你看我现在也没有果子给你吃了 也没有树干给你爬了 你就更不愿意在这跟我玩了 这孩子跟大树说 其实我现在也老了 说有果子我也啃不动了 有树干我也不能爬了 我从世界上回来了 我现在就是想找个树根 守着歇一歇 我累了 他说我就是回来跟你玩的 这个老树跟那个高兴啊 这个时候他又看见了孩子小的时候 其实这个故事 我们想一想 这就是我们的父母 和我们自己的一生 对不起 我要听一下 父母对于孩子的爱 就像这棵老树一样 是无私的 是全部的 是永远的 是不计回报的 天下有多少父母 为孩子耗尽了毕生的心血 而孩子们 是否能够理解父母的 这一片心呢 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像很残酷 但其实儿女的一生 不就是从父母身上 获得了那么多的机会吗 父母付出的 就是他用生命的提携 有一个美国的小故事很有意思 说有一个小男孩 他从小呢 是得了积髓灰质炎 所以他很小的时候 腿就瘸了 而且这个病还导致 他长了一口参丝不齐的牙齿 也不好看 所以这孩子从小呢 就备受冷落 小伙伴们呀 什么都觉得他又瘸 长得又不好 所以呢 就都不跟他在一起 他的父亲呢 有一天 拿了一把小树苗回来 跟他很多个儿女说 你们一个人拿一棵树苗 然后看看你们 谁的树能种得最好 谁的最好 我就给他买礼物 这小男孩就跟他的哥哥姐姐一起 都拿了树苗种下去 这个孩子呢 由于老瘦冷落 心里就有一种自暴自弃 所以他给那树苗浇了一两回水以后 他心里就有一种很阴冷的想法 他想 嗨 我不管了 还不如让我那棵树早早的死了呢 就像我反正是不受人喜欢的 我再想要礼物 我那个树也不会替我办到的 所以他就再不给那树浇水了 可是后来呢 他就发现 一天一天的 他那棵树就是长得比别人好 那个树呢 长得特别快 树叶长得特别鲜亮 就是一棵特别茁壮的小树 所以他父亲就不断的说 天哪 儿子你长大会成为一个植物学家的 说儿子你真是天才 你的树怎么这么好呢 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 父亲说 大家都看见了 在这些棵树苗中 只有这孩子种的最好 我的礼物得买给他 就给他买了一个他特别喜欢的礼物 这孩子后来就越来越受到鼓励 他就想这是天意 所以有一天半夜他睡不着觉 他想 书上说植物都是在半夜生长的 我夜里去给我那树再浇点水 他跑出来的时候 他惊讶地发现 他父亲在那个树底下 正在一勺一勺地浇那个树 他突然明白 他的父亲在每天夜里都在悄悄地 为他养着这棵小树 这棵小树就是父亲在他心里 种下的一个异象 让这个孩子信任自己 看见这一幕以后 这个孩子的生命态度就改变了 后来他没有成为植物学家 他成了美国总统 他就是弗兰克林 罗斯福 其实我们想一想 这是父母对儿女的爱 我曾经看到 有一个杂志上说 当天神 把每一个小孩子 派到人间的时候 总是给他们很多祝福 总是跟孩子说 你们去吧 到这世界上去创造吧 你们在这个世界上 可以享受生命的成长 可以有这一生成长中 无数的奇迹 你们可以去为这个社会 创造辉煌 多好的人间 你们去吧 这些个小生命呢 就很忐忑 他说 哎呀 都跟我们说世界这么好 那我们也听说 人间有很多的丑陋 有很多的竞争 有很多的挣扎 我们真到了人间 在成长过程中 遭遇这一切的时候 不是在天上了 没有天神保护了 怎么办呢 然后天神说 放心吧 每一个小生命 在下到人间之前 我们早早的 已经都派下去了天使 每个小生命 都有一个特定的天使 在等着他 这个天使 会终其一生 忠诚地对待这个孩子 在最黑暗的时候 也会给他光明 在最寒冷的时候 也会给他温暖 在所有风险来临的时候 这个天使最后 会拼着他的生命 保护这个孩子 孩子们一听就很放心了 说我们怎么才能找到 我自己的那个天使呢 那天神说 很简单 你只要叫一声妈妈 他就出现了 父母对孩子的爱 是说不完 道不尽的 这也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如此注重孝道的原因 那么作为儿女 又应该如何对待 集我们生命 呵护我们成长的父母呢 其实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种孤立的现象 孤立的标准 我们都用自己的心去揣测它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换位去想 那么与其等到父母身后 我们去说近一年之孝 三年之孝 都不如父母在的时候 我们再多做一分一毫 其实父母跟孩子这种关系 只要父母在一天 孩子不会不挂在他心里 但是孩子跟父母经常说的话 就是妈我最近没回来看 你实在是太忙了 忙有时候是可以忙忘的 有时候忙是可以有取舍 取重而舍赐 那么什么是重呢 在人权重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 事业是重的 然后自己朋友的那种快乐是重的 在这种时候 父母往往是被忽略的 因为我们老是能听见 父母对我们说一句话 说你去忙吧 要是太忙 就不一定着急回家来 打个电话就行了 让我知道你挺好就行了 而孩子们往往就真把这个话 当成是真的 就真的会觉得说 哎呀父母只要他在家 我知道是身体挺好